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朋友说大家用猫的幅度 成了一个Z形 如果拉长的话可能就长过万里长成 这样子 是 那边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品 就是用猫拆成不同的部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工作量 当某个工作量过量的时候 那些刺就会突出 就提醒你不要再工作了 没错 质值了 没错 那嘉琪 我想问你呢 那你的意念是怎么来的呢 那我的创意是从日常生活 那我的日常生活是用左手做事的 那我就想透过我的作品 令到别人明白到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而我选择用毛笔字 是因为它很强烈给人的感觉 因为右手写的方法和左手写的方法不同 那所以我就选择了用中国毛笔的笔法 而加入了我左腰的笔画的元素里面 那就是可以给读者可以去试写 还有整个设计里面 都是以小朋友桌子小朋友凳来做 因为这些都是我从小到大都接触开的东西 为什么要用这八个字 我行我素稀以为常 因为其实这几个字有意思的 我行我素就是 我不管以前右手是怎样写的笔画 所以我就变成 用我的左手放进去 就变成我行我素了 当我用得多的时候 我就变成了一个习惯 就变成了习以为常 这就是我的评论 Michelle, 起身了 你好 你好 你好, 我看你的作品很有趣 是枕头, 挺舒服的 是不是跟睡觉有关系的呢 是的, 其实好像我们的题目 《在刊日常》 其实我们常常睡觉都会发梦 但是发梦其实是不清晰 而且不是很理解 究竟梦境 为什么会这样产生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作品 令人躺在这里想想 究竟梦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来的照片呢 这个影像 其实我不是透过拍相机去拍的 我是在黑房里透过晒相机 而放了一条小鱼仔 在玻璃器皿里 就由得那条小鱼仔在里游 是捕捉它的动感 就是你睡了 其实你的脑子都不断在动 而反映了什么呢 其实也挺有趣的 现在看到满墙的照片 都是在照一个女主角 就是希门 那希门 我想问一下你 你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你会看到 整幅章都是我的样子 那我主动去问一些图人 去帮我拍这些照片 那就记录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和时间 那我主动去问人的时候 那当然拍的都是我 我看见你的标题叫做陌生人 但默生人现在都是你自己 其实不是 因为我主动去问那些都是图人 我想藉着这个作品 去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会请了很多陌生人 去帮我拍这些照片 Ophelia好像对这个鸡蛋非常感兴趣 她把整个鸡蛋破碎出来的过程 都拍了下来 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作品 是纯粹是一个视觉上的探索 是由一个完整的鸡蛋变为 最后它是化为什么都不是 是一些颜色的水 那么这个整个制作过程是怎样的呢 我最初是有一个盒子 里面是有些蓝色的水 因为我加了一些色素在水上 然后把鸡蛋放在里面拍照 第一步刀穿了它 之后的鸡蛋慢慢流出 到最后就变成一些黄色的水 这一组也是人物像 而且都是作者本身, 威廉 可是它的造型都又不同 威廉, 你想从中表达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的构思是源自 我留意到在日常生活 在香港里面 有很多男性到某个年纪 他都会有脱法 或者会离头这些危机 那我就想 如果有一天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时候 即是很大机会 那我会怎样去想呢 即是怎样去想 在我现在的年龄 我代入去想 那我就会想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 现实会面对到的问题 那其实脱法是一个表面的意思 其实我深层的意思 就是想用这个头发 即我们的发型去代表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能会面对到 有亲人离去 或者是破产 就是很多很残酷的现实 但是到一些适当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自自然 这样去接受了下来 节目结束前 让我们再看看 其他同学解构生活的 独特观察力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